我是中国公民北极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斯巴南 今天是2021年的2月27号 我有一个往年交啊 当过住村第一书记 后来呢 回来以后 本来以为提拔了 结果也没提拔 还是基层当一个校公务员 那昨天晚上跟我说 说老师你有没有这个看过一篇文章 我转给你 你愿意不愿意说说 我说你转给我看看 结果转给我一看 是讲一个副镇长开滴滴的事 问题就是副镇长开滴滴 丢不丢公务员的脸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在讨论副镇长开滴滴 然后呢 和公务员的面子之间的关系 我仔细一看 还不是那么回事 有个开滴滴的副镇长 赚钱了 赚多少钱 赚四块 赚四块 结果呢 惹成麻烦来了 他自己呢 叨咕我说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丢了公务员脸了 这事不是一个最新鲜的事 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了 这个副镇长要利用业余时间 然后呢 就去开滴滴 开滴滴能挣多少钱 挣不了多少钱 但是他平时比较苦 苦哈哈的 这个人呢 这不是举个例子啊 这是个真事 安徽 摄县 安徽黄山吗 黄山最美了 对不对 黄山有个射线 就是出 出射宴的那个地方 啊 射线 王村镇 副镇长 这个射线 这个射字 很多人不认识 这个射字 射字当什么讲 射字 就是呢 鼻孔 鼻孔 往里吸气 这叫射 五月中旬的时候 身处困境的滴滴网络呢 就是说 月不月当滴滴啊 什么条件可以啊 这副镇长啊 就是自己家的 日子过去苦哈哈的 他就去注册了 注册就成了车主了 五月中旬注册的 六月十五号上午呢 上班的时候 被查了 为什么被查 就是因为你怎么 你镇长 你副镇长 你自己注册个滴滴司机 不但被查了 而且被举报到纪委了 这件事 我是看了消息人 来自广州日报 广州日报呢 就找到这个人了 这副镇长叫洪生 洪生 洪生呢 一见记者就非常紧张 就说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我已经向组织检查了 我就是非法所得 四块 四块人民币 四块人民币 这就是说 你谈谈情况吧 你这个滴滴接单 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副镇长 洪生同志 就非常叙述很清楚 当领导的嘛 他说 六月十五号上午 我准备到县 县委党校 参加九点半的会议 因为有两份文件 要送到县政府 八点十分的时候呢 我就开车出发了 从县政府出来呀 时间是九点零五分左右 这时候呢 手机呢 滴滴打车软件 就发了一个约车单子 因为刚好顺路 那不顺路也不接 因为顺路 所以我就接了 但是我把乘客送到了以后呢 他刚下车 就几辆出租车就过来 就把我围住 围看着这事是不好了 后来呢 打了报警电话 我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 当时还那么多司机围着我 说实话 我有些害怕 再加上会议马上就开始了 所以我就把车留那了 然后呢 我就去开会了 后来他们把当地交通局的人 就找来了 把我的车拖到运管所了 后来运管所就通知我到现场 配合调查 我就去配合他们调查了 就大体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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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这个事 这公务员见记者 现在我告诉你 这公务员呀 突然被媒体招上 这公务员紧张得很 记者是说 记者问说 那你是不是害怕 被第一次司机围攻 你干嘛要离开呀 空声说 当时不是 不是马上就开会了吗 还有当时确实有点害怕 他们很多人 他们估计是他们看见那个人 在我在就我拉那人下车了 下车他们看见那个人 给给我钱了 因为网约车呢 在我们那个县呢 是和那个出租司机呢 是形成竞争 抢了他们的生意 我我是挣了钱了 我挣了四块钱 记者接着问 说纪委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 副镇长鸿生同志回答说 这这个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这地方 我们那个县你知道 我们那设限很小 通过我的车牌 他们就能查到我的名字 然后呢 通过这名字就能锁定我这个人 这事不难 在我们那儿 他们都可以这么做 然后他们就问我 这干这个多长时间了 然后呢 你挣了多少钱 你挣了多少钱 等等 记者说那你 你当时就没跟他说 你是副镇长吗 副镇长鸿生同志说 没说 那为什么不说呢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也就是想业余时间挣点钱 补贴家用 如果我要说我是副镇长 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我就怕影响更坏 如果他们说我耍官微 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所以我就配合他们调查了 我当时没说自己 我什么也没说 记者说你们家生活很困难吗 鸿生同志说 还行吧 就是生活有点辛苦 我每个月工资是挣3000块钱 然后呢 加上那个发的200块钱的车补 每个月工资呢 大约3000元的钱要用来儿子读书 还有一个老母亲 我这个婚姻呢 失败 我离异之后呢 带着儿子生活 儿子10岁挺花钱的 我老妈快去世了 失去劳动能力了 以前我妈还能下地干点活 现在完全没有了经济来源 我的确是肩上的担子有点重啊 我这个人呢 我这个人呢 有个痛风的老毛病 很多年了 这个病啊 不发作的时候 跟正常人一样 但是一发作就痛风 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 我以前就光这个病就花了好几万 今天4月份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病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以前吃药吧 他就好转 这次治了个百月还是没什么成效 我们县里的医生说 当地医疗条件不行 要我到合肥去治 我就去合肥 合肥去看了一回医生 花了一回就花了两千多块钱 后来我都不敢去了 医生说要治好的话 得花两万块钱 我跟我姐姐借了一些钱 剩下呢 又跟银行贷款了八千多块钱 加上以前欠的外债 我有一万一万五千多块钱吧 记者说 你们公务员看病不能报销吗 这个副镇长鸿生说 门诊统筹的不能报销 你只能住院 你住院之后才能报销 但是也不是说都报销 你要你要注意有一定的这个限额 记者说那三千块钱在当地够用吗 副镇长鸿生同志说 那你看怎么用 当地消费水平其实不高 房价也低 如果你不生病 你不要求天天吃山珍海味 日常生活还过得去的 想了一会儿呢 这公务员又说说三千块钱你说还过什么高水平啊 我我我平时不瞒您说 我差不多一个星期吃一回肉 现在的公务员除了死工资之外 没什么别的收入 以前有些福利补贴也都取消了 实话说是有些苦的 很多年轻公务员结婚的时候需要买房 根本买不起 大家的好面子也不好意思跟同事借钱 我父母都是农民 当地没什么工业企业 也很难找到其他的工作 就是家里也没攒下什么钱 记者有点被他感动了 说你生活这么困难 你就没跟组织提过吗 副镇长鸿生同志说你 你跟组织提有什么用啊 跟组织提没有用啊 我们的工资都是按级别发的 你哪个级别就拿哪个级别的钱 再说你跟领导说你工作困难 也不能给你多发一个月工资 所以还是得靠自己 不光是跟单位我没说过 我跟老同学跟亲戚我都没说过 记者回过头问关键问题 那你说你干网约车多长时间了 洪生说我去年 我是今年五月 我才滴滴网约车平台上注册为司机的 一直到被举报 一共干了不到一个月 这不扣除邮费的话 大概挣了三千多块钱吧 我上班的时间呢 是每天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 我主要上班时间 我主要上班 我主要下班时间去拉客 因为收入太低 所以我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 有时忙到凌晨两点 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 司机说你个副镇长 你当滴滴司机 你自己拉得下这个脸面吗 洪生说了一句很逗的话 他说你不说谁知道你副镇长啊 再说副镇长 这根本就不算个官 你当滴滴司机 如果能挣到钱 没什么难为情的 最难为情的是欠人家的钱 你每天都得想着 还银行的房贷 那心里不是滋味 记者说你房贷还没还清啊 是啊 我还有两千多块钱吧 到六月底差不多就还清了 哎呀 记者听到这儿呢 就说那你现在觉得这事你错了吗 洪生这时候突然间表现出了公务员的觉悟 洪生说一开始我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不合适的事 觉得自己滴滴也是劳动劳动 然后我通过劳动赚钱天经地义 也没耽误工作 现在看起来我的法律意识还不够强 毕竟网约车在当地政府没有说合法 其实还有一定的争议 既然政府说没有说允许 我就不应该干 不应该打这个擦边球 现在我已经认识到我自己有经营活动 就应该向组织汇报 但我没有汇报 事情出现以后 我就向领导做了汇报 镇党委做了汇报 汇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我还写了检查等等等等 记者没兴趣听这个 记者说很多网友觉得你被纪委调查冤枉啊 你靠自己双手挣钱 又没偷又没抢 洪生这时候就更高了 洪生说这个不好说 问题主要在我 毕竟我是党员干部 我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更高一些 既然做错了事情 我就随时准备接受组织对我的处理 记者说那你现在接受纪委说怎么处理你啊 还没有 因为之前也没遇到过这种事 因为网约车是个新鲜的事物 单位领导有没有怪你呢 没有 我们这个错误可能和政治错误还不一样吧 领导还是很关心我的 问我有没有困难 我说没有 我能扛过去 记者突然问了一个敏感问题 说有没有人说给你捐款呀 洪生有点不好意思了 说这事被媒体报道了以后 我的一些同学朋友 很多人说给我捐款 他们说没想到你在镇上当公务员 当的这么惨 是吧 但是我没有他们帮助 这事我自己能搞定 那你担心不担心 这件事影响了你的前途啊 应该不会吧 我自己能不能生前 我自己也说了不算 这事组织上说了算 这事发生以后压力大吗 大呀大呀 这事没想到这事发酵成这么快 可能是主要是因为我副镇长的身份 如果我是普通老百姓 大家不会这么关注 前几天我连晚上睡觉都睡不好了 我感觉到自己给公务员的队伍丢脸了 哎呀 这事您怎么看 我说到这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五位杂陈啊 副镇长开车补贴家用 有人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 有人声援 有人说不投不抢 不蒙不骗 不贪不服 急需用钱的时候 又是房贷 又是孩子生病 又是老母亲 没有利用权力去搞贪腐 没搞外面邪道强买强卖 赚这么点钱补贴家用 对不对 这一个人是不是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解啊 对吧 有人说这个安徽的副镇长 应该让人理解 他业余时间 没打牌 没洗脚 没有出去玩乐 利用苦力挣点钱 折射了中国基层公务员的状况 我没做过全国的调查 我不知道 我问我这个小忘年交 我说你们那么苦吗 他说好像我们没有那么苦吧 他这个安徽社县那个地方 跟我们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 关于基层公务员呢 比较苦啊 比较累啊 在网上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反应 有些公务员呢 在网上就反映了自己呢 太辛苦 太劳累 收入和自己付出 不成比例的情况 于是也有一些人呢 就对基层公务员喊累 然后就就提出了很多批评 说谁不累啊 快递小哥不累吗 环卫工人不累吗 农民不累吗 你看运动员早上起来断练 你当公务员啊 你又身为公务员 不想问人民服务老到网上来 喊什么苦啊 我家伙 只要这么一冒头 没有任何一个公务员 赶实名来来来回答 这个公务员呢 是我们这个政权建设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层公务员喊苦喊累 当然不能成为一种风沙 是吧 但是基层公务员的实际困难究竟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呢 有些媒体呢 在这方面做些适度的报道是应该的 什么五加二啊 白加黑啊 应该减轻负担啊 这个报道应当有这么一些反应 基层公务员喊苦喊累 首先是不是真苦 是不是真累 是不苦不累喊累 还是真苦真累喊累 这件事情 不好一概而论 我看有的人说的很客观 说人哪 总是有情绪发泄的时候 矿泉公务员实在是太辛苦 承担各种风险 会议多 材料多 他们如果上网来 陈述点真实情况 发点牢骚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 对公务员不要那么横 有的人知道基层公务员 他们特别害怕媒体 所以呢 跟这个公务员说话都相当凶巴巴的 还有些呢 上级单位 千条线 下面就一根针 所有的部门 最后对的都是基层的这个公务员 所以基层的干部 离群众最近是落实政策的中间力量 直接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形象 所以他们的工作作风非常重要 他们偶尔抱怨一下 多点理解 有那么一点同情心 好不好啊 说到这儿 简单做个节 这事我没调查研究 我只是我的一个小忘年交 希望我说一说 那我就说一说 我觉得第一条 公务员应当在这时候振奋精神 没精神不行 第二 他们的实际困难应该得到关心和帮助 第三 上级单位少搞点形式主义 少搞点没有效用的 专门折腾基层公务员的那种形式主义 第四 应当实事求是的研究 基层公务员的实际困难 基层公务员的实际困难 如果得不到解决 你光跟他们讲 打起精神来 没有用的 对不对 最后就是安徽设县的这回 副镇长开滴滴的事啊 还真不是简单的是非问题 行还是不行 对 还是错 靠这个喊口号能解决的问题 我告诉你 那就不是问题 现在安徽设县公务员啊 开滴滴车 挣四块钱 干了好几个月 一共挣了三千块钱 还被举报了 卷入到当地网约车和滴滴车的这样的一种 争斗当中 这位公务员的事情带有一定的典型性 我希望组织部门 上级部门 能够就这样的问题 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 并具体的关心到 切实关心到这位公务员 向基层公务员同志致敬 只要你是一个连接清正的公务员 你的辛苦 大家都是看得到的 想起来我们退休老头的日子好呀 哎呀 很多很多人退休了之后 天天想着找点事干 咋没事干呢 相比较而言 我这帮老哥们老姐们 他们退休了之后 拿着工资比这个设限这个鸿生 挣得多多了 但是呢 没有工作干 你说这设计不设计一种的 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